对自己前面太松懈了 被淘汰也好 我也是比较容易接受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楚昊 我们将看到你的发型困扰者 改造前的照片 改造前对于你来说难点在哪 难点就是发量比较少 然后呢 而且发量不是特别均匀 就相对作品的 呈现的一个完美程度来讲的话 可能不会那么完美 对 没事 妹妹 别哭 你越哭我感觉也不相信我 没有 不是吧 楚昊这个难 那这个呢 其实这个头也不难搞 你把它前面剪短掉 它就会显厚了 你剪 显得多厚 它发量都在那 我也想改变一下 要改变的 内心才太脆弱了 因为我觉得你就是那种 感觉是 第一是比较腼腆 也比较内向 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 你比较在意别人的眼光 嗯 刚刚那个看到没 留个胡须 又留个大长发 那他走在街上 我告诉你 看他的人很多很多 包括我留长发 太多人说过我 哎 留长发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完全是不在意的 好 他好像是比较色孔 或者说比较内向的这种性格 这种是比较缺乏鼓励的 其实剪头发的话 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是心里的一个建设 让他稍微的变得开朗一点 或者说乐观一点 给他一点安全感 那有请 揭开改造后的神秘面衫 为什么 主号挺棒的 你看他侧面的那个比例 包括他下额线 这样 这样就斜向交叉的比例多少 现在看是好看的 哈啰 好看 好看 你好 赶紧为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廖雪芹 哈啰 雪芹 你好 看到了你脸上非常赞 我应该是 我应该是 这么多选手里面 就是没有烫发 没有染发的 我只帮他修剪了一下 因为他的发量稀疏的话 就是可能医生也建议 不要去做太多烫染方面的 一个项目 所以说我也就是通过 修剪的一个方式 去帮他让发量尽量的 显得稍微多一些 雪芹 你好 看到了你脸上非常灿烂的笑容 我觉得从这个对比的照片 其实我们就能够感受到 雪芹心情的一个变化 我一上台的时候 就是比较紧张 然后老师很好 对我鼓励 安慰 然后就是开导 然后让我更有自信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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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其实你能来 我觉得就是已经很有勇气 嗯 你看啊 这还没干呢 等会我一吹干 它会更有一点蓬松感 对 蓬松感 真的 这个带着感情剪了 知道 看得出来 没有一个人的发型是一模一样的 也没有人规定 发型是什么样才好看 人生 它总要越来越好呀 非常感谢 哇哦 太棒了 我认为楚昊老师 他是特别厉害 他这个发型师当的就 有发型师 也有心理医生这种感觉 我觉得首先 楚昊的这个方向 我很喜欢 他 并没有过多的去想要修饰它 其实你按着这个方向 我觉得让他头发再长一段时间 然后你再把自己交给楚昊 让他再去帮你进行一个 更好的精细的修理 会更上一层楼的 你会更加自信 请相信他 用他的专业来帮你变得更好 好吗 我是很喜欢的 谢谢 我觉得这个挑战 对于我们大家美发行业来说 是最难的 确实我们不是医生 我们确实要先从心灵上的 去了解客人的心情 那从你的客户上 我也能够看到他的一个笑容 他变成灿烂了 这个就是对于客人来说 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 感谢 我们也很谢谢每一位发行困扰者 像雪晴这样 他们代表的就是 电视机前很多普普通通的人 而且很多人的困扰他得不到诉说 得不到解决的方法 因为很多原因 不好意思去讲 或者会害怕别人会不会误会自己 所以当我看到照片上 你的状态和你在脸目背后的状态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改造就是成功的 我只是知道你很开心 我也感受到你的开心 那我就很开心 这就是我觉得从事 任何和手艺相关的手艺人的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你觉得满意和开心 所以谢谢你们二位 谢谢 所以邀请我们的发屏团进行打分 请亮牌 我们给到了全场第一个发屏团的满分 四十分 恭喜楚昊 接下来发型困扰者本人 来进行打分 有请 雪晴 全色恭喜 四十位给到你多少分 大屏幕请亮分 怎么也不会淘汰我 因为我很优先线 我对这个发型的改变还是认可的 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 二十九分 恭喜 累积八十九分 恭喜我们的楚昊 晋级我们的二十强 哇 哇 诶 楚昊 此刻的心情怎么样 嗯 挺开心的 挺开心能来到这个舞台吧 对 再借再利吧 有请回到我们的集结区 你是第一个登上二十强席位的选手 可以坐在那个橙色的椅子上 成了 成了 没有任何的差异 我也觉得他应该会竞技 因为对于这样的一个模特 这样的一个发质 这样的一个密度 他能处理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已经是有功底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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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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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要宣布的是 成了 成了 根据我们的规则 如果两位攻类者都攻类成功 则你直接带定 但在刚刚大致以二十一分 遗憾出局淘汰 所以恭喜你直接晋级 二十强 中好所归 谢谢 谢谢 好 提前为大家剧透一下 接下来会有一项神秘的挑战 获胜的发型师将会得到沙轩提供的特殊大奖 好 加油 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 简林曾林赛道的三位发型师和发型困扰者 来到我们的会场 欢迎三位 首先要请到的是简林曾林赛道的 徐晓森 看看你要改造的我们的困扰者之前的照片 好的